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东盟国家的课商需要翻译 大量中国企业与东盟国家开展业务往来 也招聘很多小一种人才 去年 广西民族大学一个毕业班上的 19名印尼语方向的毕业生 被高薪聘请哄响一空 如今全部在印尼工作 东盟热催胜了东盟小一种左翘广西 选择来广西留学的东盟留学生也在逐年增多 据相关数据统计 在第一届东博会举办之前 东盟国家在广西的留学生只有300多人 而在去年 东盟国家在广西的留学生 首次超过1万人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 纯指相依 双兵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 最成功也最具活力的典范 随着经贸交流合作持续加深 人文往来更加密切 不仅东盟国家很多人在学习汉语 中国学习泰语 粮语 简语 意语语的人 也在越来越多